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茂盛医院李正义李医师 什么叫动灵 举卵子来举例好了 曾经很多的妈妈跟我说 李医师啊 我的卵子细胞没有了 怎么办 我还有没有机会有取到卵子的状况 我都会告诉她说 你要不要做时光机 回去跟自己借卵子呢 其实这不是戏虐她的话 只是告诉她 时间过了 真的就来不及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借由这样的状况 在比较年轻的时候 冷冻我们的卵子 或冷冻我们的细胞 就是模拟一个做时光机的概念 我们给未来自己 给她一个现在最好的一个礼物 随着年龄的老化 卵子的年龄越越差 所以说有效或是正确的时间 动作你的卵子年龄 我觉得这是非常需要的 你可以预早做储存 预早做规划 我们对我们的退休 做一个财务上的规划 那对你的卵子 是不是要做一个 卵子退休的规划的概念呢 不然等到卵子真的到退休的那一刻 到时可能就没有卵子可以用了 包括细胞的储存 也是这样的状况 所谓的动力来说 可以分为外在跟内在的动力 外在举番像是医美的部分 我们在做很多的阴波 或是电波的导入 我们要维持外在的完整 但是呢你的内在有没有维持到呢 内在的部分可以分为 你本身的卵子的状态 你的细胞的状况 所谓的动纯内在的卵子 或内在的细胞来说 就是所谓的内在动力的概念 而不单单只是讲我们外在的 外面的改变很快 你可以维持住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 你内在的你正在流失呢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就呼吁 其实我们的卵子或细胞 就可以开始先做一个 动纯的一个概念 干细胞具有更新 修复分化 还有免疫调节的能力 像在脊带 脊带血跟脂肪里面 都富含有干细胞的成分 那其中呢 兼职干细胞又是特别重要的 像是在脊带啦 脂肪里面 它都蕴盘有非常多的 像这样的干细胞 它可以帮助改善皮肤啊 可以帮助动力 甚至改善老花脱药的问题哦 2018年呢 然后卫福部它有通过所谓的 细胞治疗特管法里面 它有开放六项细胞治疗技术 其中之一项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 智体脂肪干细胞 那应用范围其实像是我们 特大性关节炎啊 膝关节软骨的缺损 还有慢性或满六周 没有办法愈合的困难伤口 或大面积的烧伤 还有皮下及软组织的缺损等等 这些都可以来作为应用 现在比较新的有像是 从你的脂肪取出你的脂肪的细胞 让你的未来可以做应用 因为我们现在来不及回到以前的脂肪的状态嘛 我们不可能把自己挤回到妈妈的体内去 然后我们再把脂肪拿出来 再去创造所谓的干细胞 但是现在科技的发达 可以储存一些脂肪干细胞 比方说你现在还算比较年轻的状态 你可以先储存起来 当然现在目前的用途 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大放光柴啊 什么都可以用 研究显示说 目前还是所谓的 尖子干细胞 它的效果会最好的 那你要选择一个自体的状况之下 目前脂肪干细胞 可能是一个比较有机会的一个做法 也许你现在用不到 不代表你未来绝对用不到 也许30岁在储存的卵子 假设你在未来 40岁遇到miss right 你要结婚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以前的卵子拿来用 基本上 当然是越年轻越好啦 这跟我们储存你的细胞的概念是一样的 时间选择很重要 我们会建议帮宝储存 他最珍贵的期待 因为期待来说 里面有期待干细胞 也有期待兼致干细胞 用妈咪的情形之下 可以考虑说 储存一下你的脂肪的干细胞 在怀孕过程中 脂肪会比较多一些了 而且之前有篇研究显示 在老鼠身上的脂肪干细胞 对它的一些细胞侵生能力 是有帮忙的 在孕妈咪的状况之下 如果去死 倒是没什么太大坏处 我举个例好了 我们30年前的时候 没有动人 这些妈咪现在可能 四五十岁 她想要生 就没有得选择了 但是如果那个时候 有这样动人技术 也许她到未来要用的时候 就有机会了 其实现在就是呼吁 比较年轻的一些 Couple 或是 刚结婚的一些 夫妇 或甚至 未来有机会用到 这些治疗的人 有时候你在 所谓的病人上遇到 后来 你才想要来 找寻以前的细胞 或是以前的卵脂 甚至早期的精子来说 都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都会想说 我刚刚讲的 时光剂的理论 听起来有点细虐 但其实真的不是 真的是真心 想要让这些人 可以有一些观念 跟知识 可以早期把你的细胞 或是说 早期的希望 做个动存 以免你在未来 也许要用的时间点 你才不会 没有软 或没有细胞可以用 所以真的是真心 希望大家 可以早期做一些 储存的预防 现在大家都讨论很多的 细胞治疗 大家都把它当做 很有效的东西 但其实 它并不是万灵丹 并不是一定 对每个人都有效果的 所以真的要用的时候 我建议 还是要经过医生 谨慎的评估